娃娃 你要来看小鸟啦 这只娃娃每天时间一到 她就一定坐在那里看小鸟 真的是爱小鸟的猫咪啊 娃娃妈妈叫你呢 我们的耳朵象征性的动一下 头就是不回啊 娃娃 哎呀你回来了 可爱娃娃 看一下鸟啊 大家都窝在暖和的地方睡觉 只有它坚持要来这里看 小鸟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 看看肉啦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雪木扶娘终于开始生长了 给你们看看它下面这个小鱼 小侧呀又长得满满满的 之前我不是说它好像江苗不长 然后都出现这种 就是有一点捏巴的这种叶子 后来我为什么确定它生长呢 因为像这种叶子 它也摸起来有一点硬挺咯 我的结论应该是我控水控得太凶了 所以它水分不足 这几天因为有淋了一些雨 水分比较充足 它就开始精神起来了 所以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控水不要控得太过分哦 不然它也是会江苗的 好开心哦 它终于开始生长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这一盆有香味的春萌 这个春萌如果你稳根之后 有晒太阳 像在这种大太阳底下 晒一下你就给它闻 真的是有浓浓的香味啊 所以喜欢有味道的多肉 有香味的多肉 你就可以买春萌来养 像春萌的话 因为它长势蛮快的 所以通常呢买了 我都是只有买一盆 然后就这样养着 然后现在稳根了 它其实它自己会长长长长 长得越来越长 然后大头就垂下来 所以我打算把它换一个 大盆子来种 跟去年一样 因为它长得很快 所以不用几个月 它就可以长满盆 所以今天就来帮它换个大盆 造一个大盆肉的春萌 我去年 应该说前年 去年吧 去年种的那一盆 后来度下的时候 淋雨淋挂了 它本来第一年度下的时候 挺好的 但今年度下 我太相信它了 因为它安然的度过一年 想说第二年也没关系 没想到天气的变化 真的是没有你想的那样 它还是承受不住第二年度下 最后还是给我挂掉 那今年呢 我就知道 我好好的把它种 然后等它再长大一点 度不下的时候 就不要给它淋太过于 淋一场两场没关系 但是连续你淋了三个月 它真的就直接挂给你看 好好看哦 我好喜欢春萌 它饱满的样子 虽然我种了将近应该两年了 它才挂掉 但是它顶多变成那种 淡淡的黄绿色 就没有整个粗状态过 挺可惜的 我希望再来年 可以看到它粗状态的样子 目前只有看到它 长得非常饱满 闻到它很好闻的香味 希望可以越来越好 好了来动手咯 翻盆咯 那因为这个春萌才种一个多月 其实本来是要用套盆的 但是它因为一两个月 它不可能根长满 所以还是一样 就这三个挖起来 个别种就好了 它这个根细长得你看还不错吧 两三个月长这么多 现在闻起来都香香的 但是因为这些 本来是说不修根的 但是因为这些不太好种 所以把这些虚根修掉一些 然后就这样直接放下去 因为这两颗也是一样 你看根细都长得还不错了 哎哟 这个根长这样 很不好种 也是一样把它修掉 然后种到这里 那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都还不错 那种这里 就在这种粗活的地方 都很想不懂 soup 小火 让它们多多地 都很浓热 这种粗活的地方 每一步都会用 很不错 做粗活的地方 它就这种粗活的地方 可能事儿 这种粗活的地方 它们融化 它也很不错 它就很不错 它就很不错 真的好不好 很不好種 鸡蛋 好了 这个盆就选这一个 这个是去年前年都是用这个盆子中 那我这个土一样是旧的 只是我有加重新加一些 自己的自制有机肥下去搅拌而已 然后把一些那个杂根啊 全部都去掉 这还是旧的土 那因为我那个植株死掉是因为 它就是筋杆整个干掉 所以也没有得什么病 所以就重复使用 当然里面的土 我有让它曝晒了 大半年有了 所以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好了 这样就种好了 就放在闪光处让它浮盆 趁着天气凉凉的时候 赶快帮它安置好 再来就看两个月后 它变漂亮的样子咯 今天这个春萌把它搬到这个大盆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说说看你们有没有种春萌啊 春萌晒太阳真的有一个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个人觉得是挺好闻的啦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然后把这个旧的这个铺面 直接拿来铺就好了 因为它那个筋感比较长 所以不太好种 所以我就把它埋得比较深 埋得比较深 它旁边有一些已经要长小侧芽了 埋进去怎么办没关系 那就这样埋着 反正它到时候还是会再长 那这样埋好了 一样一个礼拜不浇水 因为这个土还有点潮气就这样 然后再过两三个月 我们就看它满盆的样子 它就好 感谢观看